今天如果 你是明白 那今天如果我们念佛 念这句阿弥陀佛 比方说 我为了要了生死 我要来断烦恼 我要超越六道轮回 而且一生圆满成佛的 那这句阿弥陀佛就非常的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特色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待业往生 释迦牟尼佛讲经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像念佛法门那样的 你去找没有 唯独只有念佛法门 有待业往生的 所以这一项很好呀 我们心就平了 你自己想一想 你起心动念 你的念头 你的原意 你的造作 每天不断的造业 将来说我报 所以 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特色 就是在这个地方 净土法门的特色 就是在这个地方 待业往生 所以你不用害怕 只要你去足三之两 就是说 信愿 信愿行 你就能够往生西方了 你不用断烦 一个断烦恼很难 你看其他的法门 你要听好 大家一定要听好 因为今天事物 没有用稿子 你要大家听清楚 释迦牟尼佛讲 八万四千法门 除了净土 除了净土 如果你想要超越 六道轮回出三界 你看经典 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跟大家讲 这些经典的基础 你会想 还好我认识这个净土 不然的话 那就惨了 很多人 在这个世间 只求福报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到天界 去享福 他不想到 西方几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西方几个世界 跟天界不一样 像中国人 一般的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求的就是福报 圣在哪里 道立天 所以西方国家的上帝 指的就是道立天的天主 你看 如果你这一生 想要断烦恼 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时 首先你要断什么呢 你要断三界 八十八品 建货 八十八品的建货 你断近了 你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如果你还有一丝毫的 还没近的话 你是没办法往生 西方几个世界 你是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 这一条路不容易走 释迦牟尼佛走得太久了 走了一条冤枉的路 才告诉我们 成佛之后 这一条老路不能走 赶快介绍给我们念佛法门 因为念佛是新路 让我们走新路更快的 只要你相信 有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西方几个世界 然后你发愿 你老实念佛 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了 所以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你一生 不要说不迷惑不颠倒 你保证你每天不照页 行吗 太难了 讲话都是想别人了 不是得罪别人 都是让人家很伤心的 脾气一起来 火烧功德脸 辛辛苦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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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一来 全部烧光光 等一下礼拜六又回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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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鼻气 又没有了 等下好了 又礼拜六回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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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鼻气 又没有了 那你什么 什么是一个头啊 没完没了的 所以尊敬的 追同修道德 念佛就是叫我们修行 当下要修行 不是在临终的时候修行 为什么要修行 让我们将来临终的时候 没有障碍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道德 那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别的 就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来求福的 你不用去求 因为这句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你不用去求他 只要你念佛 你就可以得到了 但是最高的 就是你念佛的目标 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像师父每天 看着阿弥陀佛像 你看师父后面有没有 阿弥陀佛像 你看师父的后面那一尊 师父每天观想这一尊佛号 阿弥陀佛你什么时候来 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现在我父亲已经往生了 我没有什么责任了 我没有牵挂了 什么时候来我就赶快举 到现在还没来 因为现在的世间的众生 很难度 我每天就是这样的 念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 活一天 做一天 哪一个地方需要我去做 哪个地方需要布施 我去布施 哪个需要地方我要去 去贡献的 我去贡献 但是 追根到底 还是要天天反省 天天检讨 那为什么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因为修行容易啊 断烦恼容易 了生死容易啊 为什么呢 经善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诸善善人 就会一处啊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个人都是善人 我们每天跟十方 一切诸佛在一起 我们每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每天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每一天跟大四次菩萨在一起 跟这些好人在一起 哪怕是我们有烦恼 我们有脾气 你也不会发脾气 你也不会去烦恼的 为什么 没有那个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很难啊 为什么难呢 你看听到的 有时候听到一些话 感觉不舒服 放脾气 看到的 起了嫉妒心 称恨心 很难 但是很多人听不进去 没办法 从这边听了 从这边出去了 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出去 刚刚听进去 过了十分钟 又忘了刚干净净了 所以觉醒 警惕心很低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西方 几点诗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还不在 被我 被我 扶在 被我 扶在